好,通过刚刚的单词复习的话呢,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数词的写法和说法。 数える言葉。数える言葉。数える是数数的意思。 言语都做。言葉。数える是数数。言葉是语言词语。 那就是如何数数词。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不是基数词,而是个数。 好,那我们来看到一到十的这个个数怎么说。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和两个。 一个读做一つ。 二调来共度一下一つ。 一つ。 说到这个词不得不提到咱们非常喜欢看的一部动漫,而且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 就是明证探柯南。 明证探柯南。 他非常喜欢在每一集当中都会有一句口头伞叫做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 好,那这句话怎么说呢?我们看一下。 真实就是真相都做 真实 作为提示主词做主语 真实はいつも永远总是 一个 一つ 一つ 来,我们平时不是非常喜欢这个滚筒洗衣机吗? 就我们说的功腾心意哦。 好,那我们就开始用日语来说这句话,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的档次。 来,我们读一下 真实はいつも一つ 真实はいつも一つ 好,平时大家看日剧或动漫的时候,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双字幕的,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中学,同时也可以把每一集当中你最喜欢的台词,可能是恋爱的,可能是表白的,可能是调侃的,可能是调戏的词语,我们可以把它呢抄到一个小纸本上,然后呢把它的中文和日语放到旁边。 那怎么读呢?你就跟着它反复的来去读,而且是模仿它的情绪,是不是? 好,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的。 我们来读一次。 真实はいつも一つ,很坚定的,是不是? 好,我们来看到,第二个单词是两个。 好,这个呢是二次,是三调,那就是一二三,升上去之后呢,三调的话是指的,如果后面还有假名就应该升下来,就要降下来。 但是这个单词已经没有了,只有三个假名,所以读这个声调。 二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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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。 好,再后来我们来看到第三到第十个都会写,在讲之前的话,先跟大家讲讲,这个个数它一般是指什么呢? 就是指的一般是五。 那中文当中我们能够说个的,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讲,比方说这里有一个行李,一つ,或者是这里有两个包裹,二次,都可以。 好,来,我们继续看下面第三个和四个。 三和四有个停顿,第三是读声调,三次,三次,三次,四个也是声调,也有停顿,四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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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们来看五和六,五是五次,五次,六个是往上走,停顿,六次,六次,六次。 五次,粗音要稍微停顿久一点。 七和八。 七是七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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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高低,七次。 八是有粗音,马上走。 八次,八次,八次,八次。 九,二调,こ,こ,こ,の,つ,喝起来,こ,こ,の,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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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最后十读作,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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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,大家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最后一个十的后面没有呲,其他一到九全部有呲,而写的汉字呢就是数字一写到十。 然后呢,但是十的后面没有呲就不要写了,那么一到九的后面写个呲,就是它的汉字写法。 好,那我们来找找规律,有哪些带有小的粗音呢? 三个,三次,四个,四次,然后接下来是六个,六次,还有八个。 八次,三四六八记得有小的粗,有停顿音。 最后要记得就是十这个。 这个的话呢,它是没有呲的,所以就是读透。 好的,从头到尾,再带大家读一次。 从第一开始,一凸,一凸,二凸,二凸,三凸,四凸,四凸,五凸,五凸,五凸。 六次,六次,六次,七次,七次,八次,八次,九次,九次,九次,十。 十。 好,我跟大家补充一个。 那如果要用疑问词,几个呀,要说,幾次,幾次,都一调,都降调,幾次,有几个的有是あります。 把它变成疑问句,ありますか?ありますか? 大家说,怎么有的疑问句是ですか?有的疑问句又是这个masca? 一般来说,如果是名词句,以名词体验,或者形容词结尾的叫desca,动词都是masca。 好,所以这个当然因为还没学,所以大家有疑问。 那后面我们会讲动词的时候会跟大家讲的。 好,那么通过这个第三课的这个个数学习之后,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在后面几篇课文里面讲到其他数数的方式。 好,那么今天第三课的数数的单部分就到这里了。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个的语法部分。